女兒拿著爸爸的巡人起誓 夫妻失蹤了兩個多月 如今人找到了 爸爸卻已經成了一具 冰冷屍體 到人了 那天晚上回來 你的手機就關機了 手機就關機 你就是那一天晚上 就開始擔心找不到了 對… 過程你們就是貼協寫廣告 對… 賴欣死者因為指控 陽性胸弦炸賭 結果引發殺機 而且行凶過程 還經過缺密的計畫 胸弦當時將賴欣老翁 從台中載往雲林谷坑 交流到了監視器 曾拍到 賴欣死者已是被下藥昏迷 倒臥在副駕駛座 之後嫌犯將死者載回台中 將他倒栽蔥 塞進這個高80公分 直徑60公分的藍色鐵桶 裝成在這個桶子裡面 你隨便那個桶子那麼小 你裝小孩子就很難 為什麼我搬還那麼大 竟然有辦法 把它折成這個樣子 嫌犯從台中到了雲林 又折返台中 請為不知情的友人陪同 將鐵桶載上車 之後開到南投走中橫公路 一路開往花蓮 將裝著屍體的鐵桶 棄至山區後 嫌犯再回到台中滅鎮 其實路線走了大約400公里 嫌犯不只凶殘 還很狡猾 犯案後先將死者的機車 騎到烏日高鐵站停放 再以13萬賣掉自己的休旅車 企圖滅鎮 躲避追棄 女兒們苦苦尋任 最後卻是在山區 等著父親的屍體掉上來 家屬心痛難以接受 爸爸平時小賭遺棋 沒想到血液悲劇收叉 介城廣睿 台中報導